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调整我们的 Curve 这个时候在调 Curve 时候我们可以 就不需要开我们的 Auto Key 因为我们都是依照我们现有的 Curve 去做一些微调 好 像现在我从 我们一样从最根部的 Root 开始 像这里 一开始它这里是对称的 但我把它这里 我希望它第一次这样落下 弹起来的时候 我希望它速度感快一点 所以我把它这里 Curve 把它调陡一点 好我想说它弹起来 一刀杆 它是靠自己的力量弹起来 所以我把它调弱一点 这样的话他们落下 像这里前面落下的感觉就比较快 那这里延迟感才跳起来 那这里的感觉其实大家 每个会有点想要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像我们第一个 Curve 主要的 Curve 我调了这个 再次旋转 我们可以按Home 那这里我们在落下的时候 这里挤压下来的 Timing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让它像 像中间它这里 像我希望它在这里 延迟久一点 旋转久一点 像我们这里可以按Scale 然后我可以配合Y 我只针对 针对 针对X轴 去做缩放 这样它就可以维持我们的 Curve 然后 位置 让它这里延迟久一点 好 一个一个Key来 再来是我们的Stretch 挤压 我也希望它在这里 挤压的这个地方 延长时间 所以我们这里一样 Scale 延长 那这样它在底下挤的时间 就会变成我们恢复一下 好 那这里很快它就拉回来了 我们这里Scale 要拉大 这样它挤的时间 就会延长比较多 压扁的时间比较多 压扁的时间比较多 好 像这里 拉伸嘛 往下 弹起 我们弹起下面的这个Key 也是一样 H Home 这里 我希望它这里 拉伸的时间也是要延长 Scale Y X 再延长一点 然后我们Stretch做完 再次 头发 头发的Key就很多了 这里 大家就 那像我们这里 特别是想要针对它的 我们可以这里 我想针对它们的那个 拉伸的感觉 我目前这些我希望拉伸的那种 阅读的感觉比较重 所以我这里针对它的 Rotation 我可以先把我们的它的 Rotation都 先藏起来 像我们在编辑的时候 比较容易去观察 然后 像我们这里 这一个 拉伸 Scale 我们可以 X 再拉伸久长一点 特别是还有在 在 挤压最底下挤压的时候 它们的 Key 像这里的话 我连旋转我都希望 更明显 所以这里 可以 所以 这有这 一起选起来 好像 Gill X 轴 轴向 我们把它拉伸一点 看它这里的延长时间会更多 拉伸 拉伸 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将 我们的 Key 像我们的根部的Rotation 根部Rotation我也是希望它在 在挤压这个地方做 延迟久一点 我们这里 Gill X 延伸 延伸 延伸一些 像我们这里有Stretch 我们不敢动到Stretch的Key藏起来 才不会影响到 1 2 3 好 Gill X 再延伸一点 好 毛髮 头发也做完之后 再来是 眼皮 毛关起来 眼皮 好眼皮的Key 这里 我会希望它在这里扎眼的时候 稍微 快一点 快 快点扎眼 所以我这里的Key Gill 我反而要把它缩小一点 我希望它扎眼的 速度快一点 快速的 就扎下去 然后这里 张眼的时候 张开 我希望它 慢一点张开 Gill 让它迟缓一点张开 然后这里快速扎眼 扎眼 我希望它闭眼再闭久一点 不然其实有时候像 一闪就过去 我们这里 Gill Gill 再拉长一点 在 闭眼之后时间长一点 眼睛 好 好 现在这样的话我们 用Curve 就可以修正一些 它 我们想要它的动态的一些更细部的细节 而不用再去增加Key 因为像我们要增加Key的话 速度感我们可能还要增加Key 增加我们减少我们的Keyframe的数量